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受了很多诋毁 很多人说我标题的 做视频里只看到猴没看到帅小伙 我就拿了闷了 你见过会做彩猴吗 各位最近晚上突然心起了一阵 鸡架狂潮 那么我呢很是感兴趣 因为像我平常吃一些北京烤鸭 它会配送一些那种椒盐鸭架 我就乐意吃那个鸭架的铁骨肉 我就不乐意吃那肉有铜感的 抠下眼珠子 准备几个鸡架 今天我打算用两种做法 一种烤鸡架一种半鸡架 烤的鸡架我们用剪刀给它中间剪两半 给它做个正骨手术 其一的同样操作 可恶啊 暗算我这个鸡 各位暗压的时候还小心一点 这个如果再不去医院它就愈合了 处理好的鸡架要再洗一下 煮方纸简单擦一下水分 这里像4个鸡架 我们3个烤一个半 因为再涮比较爱吃烤的 紫然粉 黑胡椒 椒原粉 盐盐粉 鸡架两面都需要腌制到 这个烤鸡架先放一遍 半鸡架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 大火煮沸后撇去胡沫 关火盖盖焖10分钟 鸡架用手掰成小块 加入点白洋葱 一点点花生米 这花生米是我刚刚炸的 盐巴 黑胡椒 白糖 染粉 椒盐 酱油 生抽 一点蒸鱼齿油 橙椒油 一颗蒜子 香醋 最后再来一勺灵魂油泼辣子 这油泼辣子是我自己制作的 给它抓拌均匀 哇塞 这个拌完以后太香了 啊 现在我们来烤鸡酱 给它烤干巴 每面都先给它烤一至两分钟 刷上一层酱油 哇塞 太香了 两面都要刷上咯 再刷上一层刚刚炸花生的油 花生油 啊 不要 撒上一点植物 椒盐也要来上点 来撒上一把辣椒面 哇 这个可以炸出来 天哪 这太香了吧 现在这两个我们都给它烤 哎呀 最后一个也烤好了 出锅了 我猜各位终于搞完了 虽然你们看只是几分钟的视频 但我已经从早上3点搞到12点 各位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甲 哇 给我整个是有点迫不及待 看一下这个鸡甲 哎呀 真好吃呀 它这个烤鸡甲没有肉 但是就是多那个味道 哇 特别香 就是它的骨头都是酥脆 越嚼越香 所以它是半鸡甲 哇塞 我觉得半鸡甲比烤的还好吃 烤入味哦 哇塞 贼爽 哇 我从来没想过鸡甲可以 这么好吃 太爽了 我觉得这个一定适合边看电视边吃 或者是解馋小零食 嗯 还在拌几下这个红油 哇 我这个红油是灵魂 烤入味 这种贴骨肉吃的好爽 如果你整个鸡拿去这样做的话 它可能不好 不好意思 放两个屁 如果你整个鸡拿去 不好意思 打个格 如果你整个鸡拿去这样做的话 它可能没那么好 但是就是这种 它这个骨头就只剩一点点 就是那种贴骨肉 吃的很香 哇 太香了 常略推荐你们去试一下鸡甲 鸡甲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主要是它价格便宜 吃的时间还能很久 因为你要做它味道 然后一直做做做做 这鸡甲价格是3块5一个 我买4个 就是盒子就14块钱 而且这东西怎么说 你是吃不饱 就是能过过嘴饮 就这4个鸡甲 我自己吃完不再花香 看它这个背部 哇 全是那个香料 再整一个半鸡甲 超过瘾的真的 可以总结一下吧 今天这个鸡甲 强力推荐 我觉得这个食物是我吃过 最解馋又好吃 还便宜的东西 就你整上两个 配点饮料啊 或者是怎么样 哇 都很爽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 就结束了 真的去做一下 哇 可香 OK 如果你喜欢这一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